首先需要把安卓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迁移到另外一台苹果手机上 打开安卓手机上的微信软件 点击我 设置 聊天 聊天记录备份与迁移 迁移聊天记录到另一台设备 选择聊天记录 选择要迁移的聊天记录或全选所有记录 接着在苹果手机上打开微信 如果已经登录了其他微信的话需要先将其推出登录 然后在该手机上登录要迁移聊天记录的微信号 登录后使用微信中的扫一扫 对左边手机上的二维码进行扫描 然后把苹果手机连接到电脑上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iTunes软件 点击iTunes窗口左上方的手机小图标 选择本电脑 并确认没有勾选加密本地备份 再点击立即备份按钮 备份通常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请耐心等待 当窗口顶部的进度条消失后 才说明备份已经完成 备份结束后 将苹果手机从电脑上移除 并关闭iTunes软件 接着在电脑上安装并运行楼月免费 iTunes备份管理器 双击打开窗口上 看到的这一行备份数据 点击左边的微信聊天记录 再将右边的Documents文件夹导出到电脑上 苹果手机上与所有好友的微信聊天记录 都保存在这个Documents文件夹中 导出结束后 接着关闭楼月免费 iTunes备份管理器 最后在网上搜索 并下载楼月微信聊天记录 导出恢复助手软件 因为这里要读取 及恢复的微信聊天记录 是苹果 因此将微信版本设置为 苹果版微信 数据目录设置 为前面导出到电脑桌面上的 Documents文件夹 点击读取数据按钮 软件会自动分析Documents文件夹中的数据 并将该手机上登录过的微信号 显示到上方列表中 选择一个想查看的微信号 再点击查看记录按钮 在左边列表中 可以看到所有好友集群聊信息 点击任意好友后 可看到与该好友所有历史聊天记录 文字及图片 可直接在界面上查看 微信与音消息及小视频 则可通过点击连接进行播放 接着点击文件 导出聊天记录菜单 即可导出与任意好友或群聊中的所有聊天记录 以上就是安卓手机微信聊天记录 如何导出到电脑的全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